嗨嗨,我是Josh 欢迎收看终止两分钟 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 让你快速知道今天中华职棒的战况 2022年的6月16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富邦在新装球场对上统一 这场双方都派出了去年选秀第一轮的旅外投手 由江绍庆对上胡志维 胡志维在最近四场先发 拿下了四连胜 但是这场比赛 富邦在第一局 就从胡志维的手上打了伍兹安打空下三分 不过胡志维后续算是有撑住 这六局丢掉四分退场 反观江绍庆这边 算是有走出开机的低迷了 这场比赛他主投八局只丢掉一分 并且在他95颗用球数里面 有70颗的好球 控球状态非常理想 后续富邦在第七局 包含范国城的本季守轰 以及戴培锋的单场第三支安打 再空下两分 最终富邦就是以6比1打败了统一 另一边 卫全在天母继续推上乐天 乐天推出两个月没在一军出赛的陈冠宇先发 卫全则是推出羊头不理汉 两队站到第六局 乐天把比速追成1比1平手 但是就在乐天把比速追平的时候 不理汉对于主神判决的不满爆发了出来 最后遭到驱逐出场 这场比赛的好坏球判决引起很多讨论 好几个球员都有不满的动作 连主播跟球评也都不断提到 那这样的判决当然是不太理想的 后来卫全的李凯威 在七局下打出关键安打 送回垒上的天歌 让卫全取得一分领先 但是第八局提前上班的伍夺 在第九局开了剧场 他被打了三只安打 加上卫全的两次守备失误 龙周直接滑起来 让乐天反倒以4比2逆转比赛 九局下半的郭天信 虽然一上来就打出安打 但是最后陈俊秀 接杀了林王位的强劲平飞球 策动了一个再剑双杀 卫全吞下 本季面对乐天的八连败 以上就是今天的终止两分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